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七浪房车工厂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咱们房车的外事件 首先就咱们中门上方的这个制央棚 制央棚的话,目前是根据车身的长度不同 分为三种 2米乘2米5的,2米5乘3米的 和2米5乘3米35的 这是三种制央棚 那么今天就以这辆车啊 2米乘2米5的这个制央棚来给大家讲 这个制央棚呢 首先咱们打开的时候啊 需要从后边啊 后尾部拿到咱们这个摇杆 拿到摇杆之后呢 把它挂到啊 这个上面以后啊 直接就可以打开了 那打开的时候 根据你使用的长度的不同 比如说啊 我只需要遮住门口这一块就可以了 那打到这里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撑杆放下来就行了 如果说我需要再长一点了啊 我就把它放出来 放到头 放到头以后啊 放到头以后 就是把这个杆撑杆给它打直 完全打直 但是打直以后大家要注意 你看打直以后 上面搭了下来 就没有没有崩的那么直 所以说打直以后 咱们要往回回半圈 然后把上面这个制央棚给它拉 拉紧拉直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而且这边要有注意一点啊 制央棚完全打开以后 这个摇杆 你要及时把它给拿下来 为什么 因为你挂在门上的话 你如果说啊 他不小心 你去关门的时候忘了这个事情了 那他可能就会夹到会损坏咱们车辆的啊 会损坏咱们车辆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记得把它拿下来啊 放到地上或者放到一边去就可以了 然后将棚这个撑杆打开的时候 你先打开 底部 这个车打开以后 然后这边给它转出来 一定记得要转出来 不转出来的话 不转出来的话 它在里边它会变 在这变就变坏了 转出来以后 放下来 然后把这个旋钮给它一松 然后放下来 调整到合适的长度 然后旋钮扭紧上紧就可以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趁杆打开 拧松 放到合适的长度 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有些车友可能会说啊 如果说外边在刮风 那我这变坡在这 在地上放着 是不是特别不稳 稍微一刮风就飞起来了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 因为咱们这变坡下方啊 下方这个地方 它是有两个洞的 这两个洞是用来打露营钉的啊 当然说如果说你没有露营钉 也没问题 车上给您设置的有固定的锚点 您把这变坡 撑杆往车方面一弄 一拿拿过来以后 然后打开这个锚点上面的盖子 把撑杆的角往上面一放 然后盖子放下来 一卡卡住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呢 友情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啊 就是说如果说啊 你卡完 不管是卡这个锚点也好 还是直接放到地上也好 这洞棚撑开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它给它撑的一边高一边低 为什么 因为你看啊 如果说啊 外边下雨了 平常晴天的话无所谓 但是下雨天一定要给它撑到一边高一边低 因为你如果说撑平的话 它水会在上面堆积 而且如果说你撑的是一边高一边低的话 那它的水就会沿着啊 这边沿下沿着这边 这边设置的有这个水道 直接就从这边流下来了 就不会说啊 去影响到咱们正常的去在制洋棚下面出行 然后在咱们制洋棚的下方啊 还有两个户外灯 这两个户外灯呢 可以在晚上或者傍晚的时候 咱们在制洋棚下面聊天了喝茶了娱乐的时候 来给咱们提供一个照明的环境 在咱们车辆上方呢 就是咱们的太阳能 目前咱们太阳能根据车辆大小 有200瓦 250瓦和300瓦的 然后同时呢 根据咱们车辆空间剩余的程度 来决定咱们是满铺一块 还是平铺两块 来到咱们车辆后尾部呢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爬梯了 目前咱们家爬梯呢 是有四种爬梯 第一种是咱们单爬梯 金属爬梯 单爬梯 第二种是爬梯加自行车架 第三种是爬梯加自行车架加备胎架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看到的这种 那还有第四种是咱们一个玻璃缸爬梯 这个是个别车型上会有的啊 这个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 以及实际用途来选择 那今天呢 就以这个爬梯为例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自行车架的使用 首先把这个自行车架底盘给它放下来 然后一定要记得先放啊 先把这个抬起来 要不然等车上去以后 这个你没法抬了 抬起来的时候呢 直接就把这个卡扣给它打开 然后根据你车的呃 这个轮距 跟你车的这个轮距来选择咱们下方啊 选择调整咱们下方的这个 底盘的这个长度啊 这个是可以选择的 然后如果说啊 距离卡好以后发现这个卡扣还是卡 没法卡到你的轮胎上的话 没关系 这个卡扣是可以左右移动的啊 是可以左右移动的 它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说这个不用担心 然后把这个卡扣全部给它松开 松开以后呢 接下来就可以往上面上车了 上车之前啊一定要注意先把自行车的这个脚灯啊 一般折叠式自行车脚灯都是可以收的 先把脚灯给它收起来 脚灯收起来以后呢 接下来咱们开始往上面上车 上车的时候拿着自行车架 然后往上抬起来 把轮子给放到轨道上边 放好以后呢 先不要着急固定轮子 咱们优先要固定的是上面的车架 因为你车架固定好了以后 才能保证把你的手疼出来 第一次固定车架的时候不需要固定特别紧 只需要有一个支撑力 保证车子不会倒就可以了 加莱来固定咱们的轮子 把距离调整好 然后轮子固定好以后啊 不要着急去固定上面 先检查一下轮子确定固定好了 再拉两下啊 每一个固定轮子的地方再拉两下 因为咱们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是会比较颠簸的 一旦说啊遇见颠簸路段车子没有固定好的话 那是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的 然后在上方啊 固定上方这个卡扣的时候 如果说咱够不到的话 可以通过爬漆爬到上面来 然后来固定这个啊 固定这个支架 好 那这样 这样这个自行车啊 都是就固定好了 那么视频的最后呢 给大家一个小建议 就是在狂风暴雨天气呢 咱们的外事件一定要及时去收回 就比如这个张棚 因为如果不及时收回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那么本期的这个视频内容呢 就到这里就要就要结束了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房车知识 感谢观看